有朋友在悉信问我 气泡音该怎么做 我为什么做不出来 今天我再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能够发出气泡音 是通过气息来震动声带来产生的 很多人呢误以为在这个地方 这不是气泡音 我们的声带是在胸骨的顶端 对应的后烟壁的位置上 所以呢当我们发出气泡音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声带已经在开始震动 那找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方法 比如我们用力的说出 爱 不是在嘴上 爱 爱 不是 爱 爱 爱 就对着自己感觉有压力的这个位置 感觉有压力的这个位置 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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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向下走 向下走 那么当我们找到气泡音的时候 那我们在无论是说话 还是在发声你的气力要往这儿给而不是往嘴上给 慢慢我们的喉咙就会放松得到解放 当我们找到气泡音的气泡音来说一句诗词 窗前明月光 窗前明月光 一时地上霜 大家看 我只是口形在变 嘴巴呢只是摆出那个字的状态形态 并没有用力 同样还是可以让大家听得很清楚我说的是什么 在下一个视频 我会带大家做几个气泡音的小练习 我会带大家看